小鹅咳嗽 小鹅咳嗽 开始是干咳嗽 最后才慢慢有痰 并有怕冷 有清皮剂 火煎发热等症状 经过三至五天后 一般症状即可消耻 但咳嗽仍然存在 时间长了 会影响小鹅健康 我们推荐一个小鹅咳嗽的治疗方案 经肺经400次 鹅外劳工50次 鹅痰中50次 鹅鲁根鲁旁各30次 鹅肺酥100次 分推肩胛骨50次 按风池10次 小鹅就更多养生之时 进取温度就绝小症略